我刚回家 然后我刚刚在外面买咖啡的时候 我就看到有一个女生 就是她穿了一个比较深的V领 趴下的时候可能没太注意 所以我站她前面的时候 完全看到她的内衣 我就过去提醒了一下她 然后把她的衣服的领子往上揪 我就觉得好像女生 在夏天遇到这种问题还挺多的 所以我就想 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几个 就是我夏天比较经常用到 那种防走光的那种水系 其实是针对我们经常穿V领的 但是我看到网上 有那种就是胸前的贴片 之后它是两个那种丝带 是绑住在我们的肩带里 然后这边会有一层蕾丝 但是我就想吧 我们穿V领其实就是想要深V 目前来我们比较纤细也好 显瘦也好 然后挡住一个 挡住那个蕾丝脸 我觉得有一点点不好看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想穿深V的时候 你要么就是用防走光贴 要么就是用这种 我们之前不是跟大家用 就是推荐过这种小别针 其实它这种也特别好 它就会让两个衣服中间 会有一点滴上去 就是让它在不走光的情况下 会有一点点点缀 然后你里面就是穿那种 小抹胸啊什么的就可以了 这种就很适合穿那种 深V或者是度假风的裙子 我们就可以这么用 但是很多女生 其实我之前还给大家分享过 这种就是胸前的小别针 把两片面料给它盈上去之后 后面用它的毒给它堵上 这样衣服也会不走光 但是很多女生就总觉得这样很伤衣服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对于这种 公字背心来说 我们项目是很经常会有这种背心 但是它的领口又比较大 甚至是我还需要加一个内衣 然后再加一个背心 我觉得特别热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可以自己做一个 带胸垫的背心 就是拿这种可以拆卸的那种 比如说美背啊什么的这种胸垫 或者是那种面料已经黄掉了 然后胸垫还可以留着的那种内衣 然后就把它的整个胸垫给它拆下来 然后呢 这个胸垫它不是已经有胸型了吗 我们就把这个胸垫啊 贴在我们的这个面料上面 然后再把它两个面料 粘一块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用这种防抖光贴 你看哦 就是这个胸垫粘上去 然后再把衣服粘上去 我们测试过了 就是我测试过了 就是我运动一整天 它都不会掉 然后你就这样子可以就是直接穿一个带胸垫的背心 然后运动一整天都不会掉 然后如果我觉得说哎呀 我就是自己去做一个胸垫那种太麻烦了 其实我们就简单的买这种就是背心胸垫一体的 但是一定要薄啊 因为这种一后就穿起来特别热 我一般都是买这种特别薄的 但是我喜欢就是带有一点点形状的 不然这个背心要是给人看到 就很像一个公字背心 我就觉得那种选得不太好 所以我一般会选择 要么就是先前面平口一点 然后后面有一点点深V的 因为现在夏天很多衣服不露前面 它露的是背面 所以我就选择后面是深V的 但因为像这种面料比较薄 你们记得在买这种厚深V的时候 中间一定要有个固定带 不然它没有这个固定带的话 这两片面料它会一直往外跑 所以像这种固定带的话 它会比较牢固 也会比较好穿 然后面料一定不能选太厚啊 一定要薄一点 不然的话就会非常热 但像这种就很薄 就很好穿 然后我现在可能也不太单独的 去买运动背心 我有时候觉得 如果我要去运动的话 直接穿上 然后就可以开始做我的动作 也很舒服 然后像这种啊 夏天比较薄的衣服 其实它很容易透内衣 反正大家可能第一个想法就是说 那我就穿一个白色内衣在里面就好了 但是其实哦 很尴尬的是 当夏天的衣服特别透的时候 你穿一个白色 它会更明显 就很像 我本来想让它隐形 可是穿上去就是让大家更明显的发现 说我到底穿了什么 比如说这种衣服啊 我把手伸进来是会看到我的手 但是我把白色伸进来 是不是看到它的边边啊 甚至它的形 上面要是带一点花 它就会更明显 你看 所以我不管多少次跟大家讲说 夏天我们就穿一个裸色的内衣 裸色的内衣 说了多少次 推荐了无数次 这一整个夏天 而且没有人买裸色内衣 可能是因为它丑 就确实裸色哦 你单看一件真的很像 就是真的很丑 而且单穿上去觉得 哇这个内衣都不性感了 可是它确实很能解决 我们夏天特别特别透的衣服 影响隐形的感觉 你看它穿上去就是像肤色一样 所以但是如果有些女生 真的觉得我肤色比较黑 我穿一个裸色的背心 就感觉很怪异哦 其实我们就可以选择这种 有一点点偏粉调的 就是它会接近我们的肤色 所以它会接近我们的肤色 看起来比较顺眼的同时 你在穿特别透的衣服的时候 它也会不那么容易显内衣